为何代表要建议用卫文命名中国航母,这位古代将军做了什么? 作者,红社库尔斯克,近日,全国人大代表,泰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袁茂荣,提交了一份建议,建议首艘国产航母以卫文命名,提案还受到了多名代表的支持。 但是,近年来,随着中国海军的蓬勃发展,社会各界对海军发展的关心,也上升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。 对于航母之以国之重器,更是舆论的热点,而为航母起名,也成为人们查局范厚的谈资。 除了地名外,网络上曾经出现过不少用人民来命名中国航母的例子,比如刘华清号海军司令,航母倡导者。 郑城公号赶走荷兰殖民者的民族英雄,诗郎号收复宝岛,水师将领等,那么现在这位卫文又是谁呢? 对于卫文,可能普通人,包括一般的军迷都不是很了解。 卫文是三国时期东吴的大将,1788年前,也就是当时的公元230年,即黄龙二年,东吴霸主孙权派遣将军卫文,诸葛直率领甲是万人渡海以求一州和胆州。 这里的一州其实就是指宝岛,而胆州是指现在的日本。 当时中原已经了解到东海之中有一州和胆州存在,特别是一州离东吴所下的东南两海很近,是可以中度的。 从沿海渔民的灵芯传说中也了解到,一州是一个四季如春的宝岛,三国东吴时期的灵海郡太守沈宁曾经在自己折的灵海水图置,世界上最早记录宝岛的文献之一。 中这样描写一州,土地无双雪,草木不死,正好处于三国争霸期间的孙权,希望能够得到一州,在一州征兵扩充自己的实力。 另一方面,已经年纪五十的孙权,对自己的身后事也非常在意。 当时都知道秦始皇派徐福东渡胆州寻找蓬莱而未归的故事,他也希望能够通过一州去往胆州,寻仙访药,或者是找到徐福的后人,以得长生之法。 为此,魏温和诸葛之领命,率领一万兵是航向一州,由于当时东吴已经拥有了较为发达的航运能力,对于并不远的一州还是能够抵达的。 当东吴军队到达一州后,和当地山仪吐着发生冲突,山仪不是成建制的东吴大军的对手,很快败下阵来。 不过,身受儒家传统熏陶的中原军队,并没有像此后的西方殖民者那样赶尽杀绝,而是很快与山仪部落取得联系,或知其还处于士族公社的原始阶段,遂帮助其发展农业种植和水利。 很快获得了岛上山仪部落的友谊。 东吴军队在一州一州就是一年多,但是由于水土不服等问题,使得后期兵士多有疾病,在当年那种缺一少要的年代,生病往往就意味着死亡。 魏文和诸葛之,看到部队减缘严重,已经无法再出海寻找岛州了,于是带着部队已经签余名,愿意一同来中原的山椅返回东吴。 但是,由于此行为达到孙权扩充兵员的初衷,也没有抵达丹州寻找到仙药,晚年已经多猜忌的孙权,一怒之下将魏文和诸葛之下狱,后直接处死。 魏文和诸葛之的复台执行,虽然有着东吴扩充地盘,为孙权找有等原因,但客观上搭建起了中原与一州之间的沟通交流桥梁,使一州成为一个更加清晰地形象,出现在中原人们的脑海中。 而一州也知道了身边有一个庞大的大陆和一个相对温和的国家,没有了抵触心理。 这位后世将宝岛纳入中原行政体系奠定了基础,此行还很好地收集了一州的风土人情和气候特点,三国东吴时期的陵海郡派手沈盈在陵海水浒之中这样描写一州,一州在陵海郡东南,去郡二千里,土地乌双穴,草木不死,四面是山,众山已所居,山顶有月王社的正百。 乃是诗意,此一个号北王,分化土地,人民各自别义,人皆坤头,穿儿,女人不穿儿,坐市居,众经为凡张,土地饶饿,既生无骨,又多鱼肉,就姑子妇,男女卧膝共一大床,教会之时,各不相逼,能坐细部,亦坐板文,不刻画,其内有文章,好以为是也。 卫文之行加强了两岸交流,成为是书中有据和考的第一次,当然,航母采取什么名字,命名是有规定的,但是卫文出台的这段历史,还是值得我们全民牢记的,也是对岛上那些跪舔日本,认贼作父的跳梁小丑最好的打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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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